現在有何來談496,請建立適合臺灣扁土的動物屍體大量緊急處理準則,防範未來準備好的美。 歷史產動經驗讓我們預做準備。 在1997年發生之口底時,省吃約四百萬多豬豬的惡罵。 那麼在2009年8月8日,莫納各颱風帶來豪雨、洪水、土蘇流,造成颱風中南部,尤其南部臨邊地區嚴重災害, 導致虛水產養殖業受到重創,尤其大量的豬肌及羽肺屍體,必須在短時間土上處理。 所以,以2010年3月29日,我就在虛產水運所的引導會, 發表動物屍體大量緊急處理豬洋化處理方式,見見這個議題。 那麼我在虛世所的期間,也做了一些動物屍體的技術研發, 剛才已經談過了。 那麼,但是回顧過去虛世所的產女童人,也全部都離職了。 因此,所以我就寫了動物屍體大量緊急書原畫處理方式,見見這本書。 希望拋物專領域引起更多討論。 首先,過去合作多年的專家成員中心大學和彭葵教授, 仍一直活躍營這個領域。 所以,希望他繼續努力, 期盼能為臺灣建議,適用臺灣扁土子,完整動物屍體大量緊急處理技術準則。 有意社會大眾,加會臺灣養豬農油。 當然,有興趣學者、專家也歡迎參加。 通常,動物屍體以畫質處理為主,為母前最可行方法之一。 但是,在塗花災害時,畫質並非動物屍體唯一可行的處理方法。 況且,動物屍體畫質必須集中搬運輸送畫質場。 除了在輸送過程中容易發生弊斷外, 另需發揮人力輸送會及避死動物疾病傳播等問題, 仍有許多細節要等待客戶。 動物屍體除了畫質以外,其他有塩埋、粉化、堆灰化、硬氣化、下滑的處理方式。 但是,塩埋、紅油、污染地下水源之力。 另外,粉化必須要花灰、燃料灰, 並且有燃燒不全,造成空氣污染之力。 除外,堆灰化大部分都用於小動物屍家禽、老中、大動物屍豬、羊、牛。 這比較難處理,必須經繳碎過程外,必須有堆回廠試吃。 那麼,燃氣化效法雖然需要比較長的處理時間, 但可配合目前台灣養豬龍蝦大部分經有燃氣化效草, 其最大優點是胸部腸類就可自行處理, 並且可產生有用能源造氣。 為必須有動物屍體燃氣化效草適時配合, 進行參與處理動物屍體燃氣化效處理草操作管理手冊。 最後,我建立再三重申, 進行農政主管機構為請專家援提台灣動物屍體大量緊急豬原化處理方式準則, 召開公平會公開充分討論後。 包括運作模擬測試, 行程共識後準備執行。 我的建議所建議是在拋磚引力。 那麼最後感謝關心、盡情協助, 也要特別感謝李市長的協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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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